根据本台记者林京报道 纽约州州长库默7月8日宣布 从7月10日起该州处于复工第四阶段的地区 可以重开购物中心 前提条件是必须安装高效的空气净化器 库默指出虽然纽约疫情持续好转 但全美仍有36个州的感染率在上升 因此纽约州今天将达拉华州 肯萨斯州 奥克拉荷马州也列入旅客隔离令名单 至今有19个州被纽约列为疫情高危州 来自这些州的旅客必须自我隔离14天 库默表示 全州700个校区必须在7月31日提交复课计划 州政府进行审阅后将于8月1日到7日之间 决定是否9月复课